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如這個圖 這兩個體積一樣 甲的體積跟乙的體積,容積是一樣的 然後密度不同 甲一體的密度叫D1 乙一體的密度叫D2 然後可以互相容 可以互容的甲乙兩個一體 以特殊容器盛裝成上下兩層 這個時候,就還沒互容的時候 容器背底部的壓力是P0 這裡是P0 那,他說下列 然後呢,互容完以後 互容完以後的話 壓力的話呢,是等於R3 是等於P 負容完以後,壓力的話是等於P 那麼他要問說 這個P跟P0哪個大 那A選項它是說 液體重量下壓造成壓力 因為液體總重量不變 固的P等於P0 最主要 這個,我們是要比較P跟P0 P跟P0哪個大 那,這P0的話 因為它還沒互容的時候 這個P0等於什麼呢? 我們知道P0是等於這個 這一段的壓力 加這一段的壓力來 就等於D1的 H1 H1 然後呢,再加Rosa呢? 再加這個D2 H2 D2 H2 我們知道呢 D1的密度比D2小 因為D1它是浮在上面的 這是D1小於D2 然後因為它兩個體積一樣 它底比較大 所以這個高度比較大 這H1 大於H2 好 然後這個p,p的話就是互相混合以後 互相混合以後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密度 這個密度就一樣 不過因為它那個體積,兩個體積一樣 所以它這個平均密度 混合以後的平均密度 d bar 這個實際上是等於多少 實際上是等於二分之一 這個d1加d2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d bar 平均密度是等於什麼呢? 是等於總質量 總質量,它的質量我叫做 d1v 它的質量是 密度乘以體積就是質量 假的質量 加上d2 乘以它的體積 兩個體積一樣 處理總體積是251 所以這約掉以後的話 這個平均密度就是 2分之d1加d2 好 那混合以後的話 它密度就是這樣子 2分之d1加上d2 2分之d2 乘以這個高度 乘以這個高度 這高度就是h1 加上h2 好 那現在的話 我們要比較什麼呢? 比較 這兩個壓力 這兩個壓力哪個大哪個小 那我們就給它減減看 減減看的話 就p0 減掉p 這裡就等於多少呢? 我們看第一項 h1 抽出來 叫d1 減掉2分之1 d1加d2 然後h1 再加多少呢? 再加這一項 減這一項 d2 減掉2分之1 d1加上d2 h2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一減的話 等於多少呢? 通分以後 變成是二分之d1 減d2 h1 加上多少? 加上這個 通分以後 是二分之多少呢? d2 減掉這個 d1 h2 然後這個 剛好插個護號 剛好插個護號的話 這是護的 這是正的 那我就給它變號 變什麼呢? 二分之後 我抽出d2 減d1 來 那這裡是護 護的 護h2 d2減d1 顛倒又要是變護的 所以變成h2 減掉h1 好 那你看 那這個 它是大於0 在h2 減h1 h2 h2比h1小 這個是小於0 這一個大於0 一個小於0 所以乘起來它是小於0 也就是說 p0 比那個p小 就p0的話 它是小於p p0小於p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b 所以這一題的話 答案的話應該要選c 不對 p0呢 小於p p0小於p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b p0呢 p0它是小於那個 這是小0 那小0的話 所以這個比這個小 p0小於p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b 我們可以一起承 可以 這iga ?